哈喽 大家好 我是怀音窗 今天过来安装一款语音版的智能马桶 我们安装之前先量一下它的坑具 这个是他们自己先拆好包装的 一般我装的话 不用先拆包装再来量尺寸的 我一般没拆包之前 我就先量它这个坑具 300 你看 300多 这个可以装 你看 装这个 装这个智能马桶 之前有装了一个脚踝 他现在说 叫换掉 换一个三通的 再加一个喷签 到时候那喷签可以来抽洗马桶 但是我就跟他说 现在这种智能马桶 它是有自带搅滑的 自带的那种搅滑 它是装有过滤网的 是可以过掉那些污泥啊 杂质啊 这个马桶它才不会让我容易堵 然后如果它非要用的话 我就跟他说 到时候堵的话 它就自己看着办了 那现在它不装 还是装给它那个 原来它自带的搅滑 这种它是带过滤网的 所以能很好的保护这种马桶 好 现在就给它装这个脚踝 装这个脚踝 我们馋生料袋的很多 鱼片师傅它一般都是这样子馋的 其实这样子馋到也不是不行 但是它 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有时候它会漏水 但是你要是换一种方法 你就是把它卷成一条 啊 卷成一条 你这样来 大概长 大概长个12到15圈左右 啊 你拧上去的话 它又挺 而且还不会漏水 对吧 我们试一下看啊 哎呀 这个脚踝太疯了 大家小心一点 一下子就流血 两千半就可以了 这个两千半就可以搞定了 上线4圈 一线5圈 一般都不会漏水的了 装这种红锡马桶的话 你们要特别注意这种老房子 自建房 老式的房子 这种你一定要注意 要问他有没有 我之前有没有装纯水光了 但是很多客户他不知道吧 也不懂纯水光是什么 他也没办法问 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要跟他签一个免责是一样 这个客户 他是自建房子 我就跟他签了 他也不懂 他问了 他说是有纸冲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 是不是纸冲 还是说带了带了那个纯水网 我还是让他签一下 我再给他安装 要等下装上去的话 他说他也不懂 你是装业的 你自己都不懂的话 我哪里懂 是不是 很多客户都是这样子的 那你懊不过人家的 现在这个 厂家要你赔这个马桶 你都不划算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有一瓶泡泡位 很多人不知道这瓶东西是装在哪里的 等到装好了之后 有些人问我 他说这个东西是装在哪个地方的 也没有看到入口可以装 你看一下他的马桶背后 有一条管 看到没有 这条管 就是来接那条 泡泡位的 所以 虽然说不接也没有问题 但是说你冲的时候他不会出泡泡 啊 接这瓶的话他就会出泡泡 等一下我装给你们看 一般安装马桶之前的话 先把这个地板给他擦干净一点 后面打胶的话 他才粘性比较好 好 现在就开始装马桶了 装马桶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给他测一下水压 但是这家我就没测了 因为我刚刚装花撒记 一关水的时候就发现他装的真要半了 所以这家我就没有测了 安装智能马桶正常的步骤分为 啊 客户家有没有存水挖 然后就两口坑具 装好脚筏 测好水压 然后最后再拆马桶出来安装 你前面几个步骤 没有 先搞好的话 后面马桶一装 你随便出现一个问题 那你这个马桶就麻烦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在哪里 先把这个 纸给他撕掉 它是有带一条这根管 这叫吸管 这是一个单向阀的吸管 然后你把它插进去 对吧 给它拧紧 让这个管拉出来 吹干净 把它插过去 看到没有 就是装在后面的 装好了之后就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就给它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有些是呢 马桶的话 它只有一条进水管 但是这个马桶呢 它是分为两条的 有一条是冲水的 有一条是清洗的 但是装的话 这个脚筏出水口 两个随便装都可以了 但没有分了 把盖子 关闭 关闭马桶盖 这马桶不是有语音款的吗 我们试一下它的智能语音 一不灵活啊 小马小马 打开马桶盖 提示我没有坐在马桶上 打开马桶盖板 小马小马 打开马桶盖 打开了 打开马桶坐圈 打开马桶坐圈 有可能是我这个普通话不够标准的 唤醒不了它 小马小马 光闭坐圈 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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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听懂了 关闭马桶坐盖 小马小马 关闭马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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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马桶盖关闭 小马小马 把马桶盖关闭 关闭马桶盖 把马桶盖 哎呀 把马桶盖关了 小马小马 关闭马桶盖 这普通话有待提高哦 我现在准备来装另外一个马桶的时候发现它这个 排油管里面 要存水 这个排油管肯定是做了要存水丸 我现在 接一桶水倒下去看能不能把它冲掉 如果我这一桶水倒下去它那个水依然在那里的话 那它这个是肯定是一桩要存水丸的 我现在已经倒完了 里面还有那么多水 今天来这里呢是装三个马桶三个花扇 我试了一下那个 主人房那个智能马桶它是直通的 我一倒的话就全部通下去了 然后它下面也没有入存水网 我跟他确定了 他的那业主他说是整栋都没有存水网 也跟他水箭工确证过了 他说整栋都没有存水网 让我放心的抓 但是我到他来这个 一个小卫生间来看的话 很明显是有存水网的要不然他那里没有存一堆水在那里 你怎么冲他都是有一堆水在那里 我们手机照下去他就反观了 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不给他装的 如果他执意要装的话 那么后面如果说因为马桶冲水冲不了的话 那他就自己就负责了 这个是三楼的 我到下三楼都是有存水网的 你看到上面没有 已经做了一个存水网在那里 那条大的下面那个就是存水网了 然后这个存水网是浴室柜的 浴室柜就必须要做个存水网 然后马桶就千万不要做存水网了 做了之后你就装不了红锡马桶了 业主跟水电工确认了之后 一直跟我说他家没有存水网的 让我放心了 我差点又上当了